一封崔霍函戳戳破了台湾潜艇自造的话题 但是这样的潜艇还是应该多造一些 大家好 我是石涛 最近台湾媒体是意外获得了一封崔霍函 这崔的呀 可不是一般的货物 崔出的呢 正是这个海昆潜艇上 所要必备使用的潜望镜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台湾海昆潜艇啊 现在呢 已经是处于大头纪博实验的阶段了 但是实际上啊 在这一艘所谓的潜艇上 仍然有非常多重要的设备还没有安装 这其中既包括了非常沉重的蓄电池模组 还包括了啊 至关重要的潜望镜 一艘潜艇离开了锯电池啊 根本无从谈起所谓的重心测量啊 包括了开航等等一系列的必要的测试 而离开了潜望镜呢 连基本的观察能力都没有 更不要说出去试航了 因此啊 从这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啊 台湾的这次海昆潜艇所谓的下水海事啊 不过是要在520之前啊 让蔡英文政府有个交代 也是呢 民进党当局 要继续借着海昆潜艇的所谓潜艇自造项目呢 继续要蛮骗台湾民众的民质民膏的一块招牌 那么这艘海昆潜艇啊 说来呢是相当的昂贵啊 根据报道呢 到目前为止啊 已经烧掉了将近800亿新台币啊 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呢 这100多个亿人民币啊 那这样的一笔天文的数字一般的资金呢 足够啊 咱们人民解放军啊 造好几艘潜艇了 但饶是如此呢 民进党当局仍然规划了 8艘海昆级潜艇的建造案 那么根据目前的预算呢 可能要花费高达将近3000亿新台币啊 换算成人民币啊 可能将近了五六百亿人民币 台湾的制造潜艇项目 要花费这么多的钱呢 是可以理解的 原因呢 正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潜艇上呢 有许多的子系统 根本是台湾无力自行研制的 所谓对外吹嘘的40%的这个自给率呢 也不过是台当局变换数字游戏所做 根据台湾媒体的这个测算呢 实际上目前海昆潜艇上呢 台湾自己能造的不过是个外壳而已 但我们要说啊 这样的潜艇啊 我们还是希望台军要多多的建造 原因呢 很简单 这样的潜艇是台湾所谓军费资金的无底洞 那么台军为了编列潜艇的相关预算呢 是已经挤占了多项其他重要装备的编列案 那在这样的一种啊 军费有限需求无限的这个情况背景之下呢 台军向海昆潜艇倾斜资金 对于解放军来说那是巨大的好消息啊 一方面造出来的这个海昆潜艇啊 能不能正常的开航下潜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以说呢就是一堆的飞铁 而另一方面呢 这被耗掉的资金那可都进了民进党相关官员的口袋里面 毕竟啊 这些资金进了他们的口袋 总比变成了弹药要好得多 因此我们说 这样的台湾的潜艇制造项目不但要多造 而且造得越多越好 对于解放军来说呢 我们的备战不会因为对方有个把的所谓先进装备而改变 那么至于对方如果下昏招那对于我们自然是个好消息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办法 欢迎在朋友们去我交流 感谢你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